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道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神 人家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 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决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声音太吵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各位双子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呢 这个是要给双子座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就一起来看看 这一次开场讯息 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提供给双子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好吧 双子座的朋友们 我感觉最近你好像 特别喜欢那种 白色的小花朵 好像小雏菊一样 我不知道那个是小雏菊 还是什么 或者是那种 你知道吗 就很小 一朵旁边大概五六半 小白 小白 怎么讲 小小的白色花瓣 然后中间可能 有点点黄黄的 OK 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雏菊 就是最近你对于这种 小朵的 纤细的这种花 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 特别去买了这些花 回来在家里面插 这样子 OK 或者是你最近刚好对于这种小雏菊的东西 或者是精油 或者是这些东西 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很明显看到应该就是像德国雏菊 那种东西 OK 好 来 如果这是你的幸运物 或者是你刚好买这个发夹 赶快给它带上 好吧 OK 好 来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感觉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周呢 我个人会觉得 你比较容易会感觉到疲劳 甚至是特别在这个 那怎么形容呢 特别是在肌肉酸痛的部分 OK 我感觉这是肌肉酸痛的部分 某部分的人可能会 某部分的人可能会落枕 好不好 就是我感觉某部分的人可能是很疲惫 然后感觉到全身酸痛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某部分的人就很明显的是你睡觉睡觉脖子可能并不是很舒服 就有点落点的感觉 OK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请特别注意一下 好不好 OK 好 来 那第三个部分呢 要给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的讯息是 在这两周我感觉呢 白色系列的水晶非常适合你 因为我感觉这两周呢 感觉能量对你来讲稍微比较沉重一点 不是说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可能感觉很沉重 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这个白色水晶这种很轻盈 很这种干净的能量来协助你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能量场上面的这个调整 或者是转化也好 看你要怎么讯息 因为它都无所谓的 OK 所以呢 我感觉这个白水晶应该蛮适合你的 好吗 所以呢 以上这个开场讯息 就提供给我们双子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好吗 来 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这个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双子座的朋友们 好吗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感受一下你的能量场 顺便调整一下你们这个牌卡 这个方位 好吧 OK 好的 来 这张牌卡呢 也就是钱币六 这是你这一两周的挑战牌卡 这三组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钱币女王 OK 好 然后我来瞧瞧 哈哈哈哈 双周的朋友们 我看到你们牌卡 每次都很想笑 很想笑 不是笑你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你们故事 真的是很丰富 很丰富 很精彩 好吧 OK 来 好 稍等我一下哟 OK好 来 双子座的朋友们 我很直白的告诉你 你的挑战牌卡 总是钱币六 其实我觉得你的讯息 蛮直接了当的 我感觉你的挑战 就是你这两周 可能就是会在跟别人 计较这一块 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好不好 这就是你的挑战 有点像说 比如说 你公司有个案子好了 或者是你在交所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好了 我拖地 那你怎么没洗碗 我煮菜 那你怎么不去 比如说你怎么倒垃圾 类似像这样 就好像这个比一个 就是一定要来个公平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感觉在这两周 你心里可能会有点 要嘛是比较心态 要嘛就是一定要平衡 要公平 要嘛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拿多少 我拿多少 我觉得这就是 你这一两周的挑战 或者是也有可能 你在这两周 是在跟别人谈条件的 比如说你在谈合约 或者是谈一些合作方式 你7我3 还是我4你6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感觉在这两周 你的挑战牌卡就是这些 可能是比较计较 或者是算这些东西 或者是在分这些东西 这就是你的挑战 这个部分不是说这样不好 而是说在这个部分 他们说 你反而要能够去 让牵涉在其中的人 都会觉得 合理 可以接受 这就是你的挑战 因为他们说 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 你才很硬 你会觉得这是我的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谈判就会有点破局 因为你出去看 这个钱币又是 这两个人 这两个小朋友 拿钱拿得很开心的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好我们来分这些东西吧 但是是很公平的 我们不会觉得说 你怎么让我吃亏 你怎么占我便宜 他们说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好吧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会觉得你故事很丰富的原因 就是 其实你的能量场是很干净简单的 等一下我解释给你听你就懂了 OK来 你抽到的是一个圣杯骑士 抽到的是一个宝剑骑士 你看这两个骑士要干嘛 这个冲过去 这个冲过去 一个是带圣杯 一个带简 我带着这个圣杯 来我们一起举杯进出吧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带简说 你先告诉我 你杯子里面放什么东西 里面是不是有毒 你是想毒死我呢 还是真的想跟我敬酒 你们两个人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OK 所以在跟你交手 这个小关状况人数 我不知道你是这个呢 还是你是这个 OK 这个都是可以灵活运用去替换的 所以我感觉 某一个人是带着诚心诚意来的 但另外一个人可能带着 比较防备心态 或是另外一个人会比较那种 我要追根究底 我要知道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要干嘛干嘛 怎么样 你想做什么 我感觉某一个人呢 如果你是这个宝剑骑士的话 会属于比较那种 防备一点点啊 或者是有点想说 我看一下对方葫芦 你卖什么药吗 看他这圣杯里面卖什么水吗 对不对 OK 所以我感觉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们应该跟一个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来到这里 OK 原因是因为你注意看到 你这边来的是这个圣杯石 这个圣杯石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 就有点像说 这个拿圣杯的人啊 其实呢 他是希望跟你走到这个圣杯石 那这个圣杯石呢 你们可以自行去套路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 良好的合作关系 良好的情感关系 或者是我们两个之前吵架 我们重修就好 这个呢 是拿着圣杯的人 他希望能够重回到 这个圣杯石的状态 但是这个宝剑骑士 这个人啊 是有一种 哎呀 你说回来就回来 你说和好就和好 你说谈合作就谈合作 先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吧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不管这个是 你过去交手相关中文数啊 我感觉这个东西 看起来 某部分的人 某部分的人 我觉得你会觉得 这有点太美好 所以你变得 好像有点小心翼翼 如果你是这个宝剑骑士的话 你会变成说 我可以相信你吗 你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这两个骑士 是相冲的 OK 但是呢 他们是想要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个人会认为 这个圣杯石呢 你们可以去套路 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这个宝剑其实他也想要 这个圣杯骑士 其实他也想要 可是你们两个的出发立场 或说话的方式 或者是 我觉得某部分有点像个性 我觉得是个性 个性的状态 所以会变成是 会有这种状况存在 所以来到这边呢 其实你抽到的是 钱币国王 你抽到是宝剑女王 又抽到这个钱币了 OK好 来 这个我就这样跟你说好了 这个跟这个是有点像的 意思是说 这个要去 怎么讲 协调或者是要去沟通这个状况 会持续进行的 原因是因为 你注意看 这边呢 有点像是说 这个宝剑女王 你注意看 来 这宝剑女王是很汉的 很派的 来你看 来 你什么条件 你说 你告诉我 他之前呢 是派他的宝剑的骑士 去跟你谈判的 现在他本人亲自上场了 来 你告诉我 我翘着脚 你注意看 我是翘着脚的 我告诉你 你要跟我有这个圣杯石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去套用我们的状况 来 这就是我的条件 这就是我的要求 这就是我想要的方式 这就是我怎么样 我讲得很清楚了 OK 然后呢 很有趣的是 这个钱币国王 在那边看 哎呀 这个宝剑女王 对我这样子 就是讲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他有他的规矩 他有他的到底 他有他的条件 跟他要求跟标准 对吧 这个呢 圣杯国王反而坐在这边 这边看 哎呀 我到底呢 到底呢 要不要把这个钱币投进去 要不要跟这个宝剑女王合作 OK 意思就是说 他们两个在这边协调过程当中 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来到这里 到底能不能够成一个定局 还不确定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钱币国王在想 我钱币这么大一颗 我为什么在这边游利于来游于去呢 原因是因为 如果假设 假设哦 我把这个钱币投进去 其实象征的就是钱币三 钱币三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好 我愿意投入了 好吧 我愿意投入 我 你提的条件 我可以 你提的标准 我OK 但是我可能有点条件 可是前提是 我得要细细盘算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这个是 有点像是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 他心里的一个感受 所以他必须得在这里盘算 这不就我刚刚跟你讲的话 你这两座的挑战 就是在算嘛 你看哦 都是钱钱 对吧 OK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个人会感觉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这个钱币六呢 其实在传统的牌卡来讲 你可以注意注意看 就是有一个人拿一个天平 左边三颗 右边三颗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拿三颗 我拿三颗 就是这个宝剑女王的 有点像是规矩好了 我们这样讲 你拿三颗 我拿三颗 和平嘛 对不对 我们出之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合理嘛 他就是这样子 很直白告诉你 我的规矩是什么 我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跟我谈这个 就是这样 OK 所以呢 这个钱币六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之所以会成为你的挑战 意思就是 第一 你们彼此都要甘愿 这个条件 你们都可以答应 这个状况 你们都会舒服 OK 那我们就走到钱币六 你拿出三颗 我拿出三颗 OK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们两个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因为呢 这边是一个钱币六 这边是一个钱币二 加上钱币国王 加起来其实是钱币九的 钱币九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好好的坐在那边 就算不跟这个人合作 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你也可以自己过的好日子 OK 可是 可能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你会觉得 可能是一个很好对象 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梦想 或很好的一个offer 工作的offer OK 所以呢 你是真的有确切的在考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在思考 我要怎么样做 对你我双方 都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或达到一个共识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这两张牌 在这边我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我才会说 我觉得你的这个故事 是非常精彩 简单又有利的 OK 来到未来这个状况 来哦 你看很棒的 你抽到是鱼元牌卡 抽到是太阳牌卡 还抽到了圣杯酒 我刚刚没有看到圣杯酒在这边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OK 来 你注意看 OK 这个呢 我先这两张跟你解释 谈算好了 条件谈好了 协议奖好了 合约也拟好了 来吧 我们就来签订个合约吧 我们一起朝向 我们想要去的这个方向 OK 所以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你们彼此都愿意冒险 这个语言牌卡象征就是 好 我冒险 我决定看向正向光明的一面 对 我可能没有办法 六四分 七三分 这么夸张 好吧 那就五五分吧 OK 但是由于是五五分 我个人会觉得 起码合理 起码 我算了一下 我也没什么吃亏 也没什么损失 那我们就共同去看好的这一面 虽然少赚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 我们两个可以共同进行合作下去 或这件事情可以顺利发展 可以 我们就冒这个险吧 我愿意去投入 OK 所以来到这边 这个圣杯酒 你注意看 这圣杯酒很有趣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记得 来 我是不是跟你说 你们刚刚你们两个人 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你们两个应该各自条件 各自干嘛 心理状态 或者是物质条件 都应该还不错 OK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各自都是单身的铅笔酒 那现在呢 这个人捧着圣杯来咯 圣杯骑士捧着圣杯来咯 来找这个圣杯酒的人 OK 来 你们要干嘛 你看咯 你的牌卡 真的是很完整 来 过来这边 一加九等于十 你们要共同朝向这个圣杯室 也就是你们想要有一个新的 好的光明的开始 这就是最后 你们协调完的这个决议 会要走的这个方向 OK 可是我必须跟你讲 这中间这个 这个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宝剑女王 跟这个宝剑骑士 不好过关的 不好过关的意思 不是说 他刁难你 或者是他找你麻烦 我觉得 这边一定是有这个宝剑女王 派他这个宝剑骑士 去攻出去 就是一定是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不可以跟他打马虎眼 我觉得这个人是站很 站很稳的 很有他自己的立场的 他没有要跟你打马虎眼的 所以他也不是那种亲密说 你想追求我 你就追求我 你想跟我合作 我就跟你合作 他很清楚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他不是刁难你 他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他就是有一些 条条框框规规矩矩 你要不要去配合他 你要不要跟他妥协 或你要不要跟他好好商量 这个最后会走来这里 因为目前你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你看我全身挤迹不跟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看到你的牌卡的时候 我实在是太挺高兴了 因为 你不要忘了 这个钱币国王呢 最终找到谁 你目前看不到 会迎来的事件是 钱币女王 这是一对 Power Couple 所以我全身挤迹 我天哪 全身都是电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开始告诉你的 你们两个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对吧 那我刚刚有跟你讲 如果你看 来 这边一样的 我们两个家这样是钱币九 我们两个家这样是钱币九 对吧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强强联手的 不管是合作伙伴 或者是Power Couple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或者是对方 愿意去通过这个 我觉得 也不能讲挑战 通过这个要互相来来往往 或者是前面那些旧账 要先算清 或者是我们要干嘛 这都无所谓 你可以套用你自己的状况 你们最后才会走来 这个钱币国王 跟钱币女王的 这个配对成功的状态 相亲成功了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个钱币女王 跟钱币国王 给我有一个感觉 等我一下 OK来 这边我会跟 双子座的朋友们讲一下 你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在里面 可能他们说 这个不一定是要男女对照 这就是一个人物角色的 一个比喻 里面那个 比较会斤斤计较的那个人 其实我告诉你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真正计较 或在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是这张牌卡 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你好像会算 或者是要去衡量 或干嘛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里面 你当然有你的原因跟理由 合理的 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看他手上是拿一束花的 这个花象征的就是 他自己有 他自己绽放光芒的 这个一面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不是那种花肉盛开 蝴蝶自来 他是你蝴蝶不来 我也是照开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注意看 他很清楚 他自己要做什么的 然后你看他这边 有一条小狗狗 对吧 有一只小狗狗 这个狗狗象征是忠贞 这个人 他对自己很忠贞 他很确定自己 是什么样的一个 怎么讲呢 他对自己很了解 他对自己就是 我告诉你 这个人就是一个 爱自己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爱自己的一个模范 我这样告诉你 所以他没有在让的 低于我标准之下的 低于我水准之下 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 我是钱币女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当这个钱币国王 把这个投入的时候 你其实仔细看一下 这钱币国王的钱币 其实比他大科的 OK 虽然他跟你讲说 对 我小你一科 那要怎么样 可是我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小日子过得可好了 是不是这样说 OK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人很清楚的 他对他自己很忠贞的 但我会感觉 这个人 他其实是蛮有 他自己独特的魅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他没有长得很漂亮 可是他有一种 他很吸引人独特的魅力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那如果你是偏向比较像这个 钱币国王这个 我个人是认为 你是在物质生活上面 或者是某个领域方面 是很 怎么说呢 发展得很好的 因为你这边是葡萄树 它这边全部都是玫瑰花 所以你们两个人 我会说 厉害的地方吗 或者是你们有你自己 一片天地的地方 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一个是圣杯 其实一个是宝剑 其实就是 你们会有一种 就我一开场跟你讲 你们可能个性上 或者是 专业领域上 有点不太一样 OK 甚至我会觉得 有一点像是 非常的 非常的 怎么讲 攻不着边 你们两个好像 有点像平行线 就是你们的专业领域 可能是有点像平行线的 OK 好来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吧 那由于呢 这一次呢 我收到的指引是 每一个星座的验证牌卡都不一样 所以我手上 有很多副牌卡 OK 我就是看他们给我 什么样的指引 我就帮你抽什么样的验证牌卡 好吧 OK 好 这个是一张 好 然后他们说呢 这个也抽一张 好吧 来 所以这一次的 双重人家运士牌卡简直 非常有趣 你知道吗 那个 我要开录之前 我就想说 干嘛 为什么要准备 这么多张 好吧 这么多副牌卡 是要做什么用 你知道吗 我觉得莫名其妙的 OK 好来 他们说呢 其实还有 等一下我们会帮你 抽另外一个 来 OK 这张牌卡给你看一下 这张牌卡呢 其实他们要我 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现在呢 应该是说 好 他们就要我这样解释好了 他们说呢 你现在有点像是说 过去 就让他过去 他们就要我这样解释 sorry 我收回 我重新讲一次 过去你们不是在 讲这些东西吗 不管是条件啊 交手 状态什么也好 对吧 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惯 想法个性作为 或者是思维好了 困在过去那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看 现在 现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种 觉得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嗯 我不喜欢 哦 怎么样 就很多理由 OK 那这张牌卡呢 其实他们是要我 跟你说啊 其实经由这个 相关状况人数的经历 其实你会从中 看见你自己倒影 就是你自己真实的样子 你看哦 你这个是黑天鹅 对吧 这个倒过来 这只天鹅呢 你注意看哦 这是黑天鹅 但这只天鹅 在里面是在哭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个倒影的天鹅 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只天鹅 它其实是白色的 它不是黑的 但它在落泪 OK 所以呢 我感觉 这个宝剑女王 某部分 其实它有点在挑战你 因为可能 没有人敢挑战你 所以我觉得 经由这个 过去相关状况人数 这个 你的什么东西 可能被挑战的 自尊也好了 自信也好了 专业能力也好了 或者是 你的个性也好了 可能被挑战了 所以他们说 其实这张牌卡 主要是要告诉你 回去看看 从过往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当中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学习了什么 他们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他们说 你一定要能够 突破万难 不要被过去 这个状况的 这种 幻象好了 或者是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跟我 谈这个条件 很不合理 他根本就是想要 我吃亏 或什么的 你看你的脑袋里面 这边有个大白杀 你看有个大白杀 然后这边 有一支宝剑 对吧 OK 这个就有点像说 你的脑袋里面 好像就是一副 好像我会被吃掉 我会怎么样 等等之类的 这个就是这个 宝剑 歧视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人 你们自己去套用 就这个人 他很害怕 我满脑子就是怕吃亏 我满脑子就是怕失去 我满脑子就是怕 不好的事情发生 OK 但是你偏偏 又很想要这个 顺悲食 对吧 OK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的 人都是会 多多少少 被我们自己的位置 跟恐惧绑住的 很简单的 很正常的 你没有异常 你是正常 OK 所以他们叫我告诉你 不要被这些幻象 阻碍了你 OK 所以你看 你看 我全身又起鸡皮革 你看 这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 行动 它会领导你到成功 你这里还不成功吗 大哥 你这里还不成功吗 你都相亲成功 配对成功 又抽到太阳牌卡 又抽到新的开始 还不成功吗 是这样说 对吧 OK 所以他们说 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会告诉你 除非你愿意 协调好了 处理好了 来吧 我愿意冒个险 我愿意付出行动 OK 因为其实鱼人牌卡 手上这个东西 也是象征的 他愿意背着其中的这些包袱 OK 愿意拿出这个权杖 重新开始 所以这张牌卡 我觉得讲得很直接明白 这些你要去经历的 这些你要去经过的 都是需要你行动上面的付出 你才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卡 是蛮好的 OK 来 这张牌卡 我看一下 来 这张牌卡 是这个Protection 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蛮小众的讯息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 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双子座的朋友们 你过去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们中间 如果曾经有一度 不合 断联 或者是 怎么说呢 谈不容 可能看似这个机会是消失 他们说 其实这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 我觉得保护措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两个人在气头上 是绝对谈不容的 不会走到这里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些时候 你我各退一步 或暂时 我们可能因为其他事情忙了 分心了 或者是去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引导我们 去用一个新的眼光 新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所以他们说 如果过去 你曾经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是有停滞 是有停摆的 他们说这是注定好的事情 OK 因为必须这样做 按一个pause 停住了 你们才有机会继续向前 而是 他们说你去想 你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总会累 你要休息一下 你才有力气 才能够重新出发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他们就叫我这样比喻 给那个比较小众的 这个 双子座的朋友 好吧 然后 他们叫我给你们某部分很小众的双子座 朋友们讲 这张牌卡还有给我一个能量场上面的感受 就是 如果假设你现在家人 刚好遇到了一些相关状况的事情发生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不要太担心 OK 你的家人跟你所谓你在乎的人 或你的状况是有受到保护的 OK 所以呢 他们叫我特别提醒你 如果你现在刚好有遇到这些状况的话 他们说放轻松一点点 放轻松一点点 你越轻松 事情就会能够越自在的去流动 这是他们希望我提醒某部分很小众的双子座 来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 OK 来这张牌卡呢 是最后的解释牌卡 这张牌卡是一个袋鼠 这个袋鼠妈妈呢 肚子这边有个小袋鼠 对吧 他们说这张 这个意思是要告诉你啊 你必须要提早去做一个计划 OK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额外的讯息是 有点像说 你不能逃避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种感觉是不能逃避 你不可以省略 你不可以省略 因为这张牌卡 让我感觉到就是那个袋鼠这样 短短短在跳的时候 他不是跳很快 可以跳很远嘛 对不对 但是有些时候你就忽略一些细节 你可能会忽略一些你该在乎的地方 或你忽略的对方在跟你谈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说啊不重要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省略这一步 我告诉你 你可能就惹了吗 我这个保健女王 这个保健女王 我再给你看一次 他真的很派 他真的很有气势 你看他的脸 你看他的手 你看他翘的脚 然后你看他手上拿的花 我才告诉你 我才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 他是很有气势的 他很懂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的 你真的是遇到一个狠角色 我必须跟你讲 你遇到一个狠角色 OK 好来 或者是你就是那个狠角色 OK 来 好 那这张牌卡呢 是那个 这个花瓶 这花瓶呢 下面讲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神秘的爱慕者 OK 他们说这张牌卡 不是跟你讲说 你好吧 你如果有神秘的爱慕者 那当然是最好 但他们说这张牌卡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 来 这个花瓶是空的 对吧 你有没有看见 上面没有花的 对 这花瓶上面 里面可能有一些画画 在他的花瓶上面 可是他里面有插花的 他们说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宝剑女王 跟那个钱币女王 他们手上都是有一束花的 对吧 OK 所以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把这束花 比如说买回家 插在这个花瓶里面的话 你得付出一点行动 你得付出一点努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花瓶是空的 你欣赏不到鲜花 欣赏不到美人 OK 这样你懂了吧 OK 来 那这张牌卡呢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就是 即将有一个新的到来 这个 就是只是在重复验证这个东西 也就是你的渔渊牌卡 这个呢 敲锣打鼓 象征就是新的要篇章了 新的篇章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敲锣打鼓 去庆祝了 那这张牌卡是一个风铃 OK 他们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就是你们两个想要追求的东西 平静跟这种和谐关系很融洽 OK 所以他们说呢 如果假设你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呢 他们说 那你就必须要能够呢 去注意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损虑细节 然后去追求你想要新的方向 如何去把这朵花 插在这个花瓶里 你必须要有所实际的行动 好吧 那这张牌卡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有点像是说 当你们两个 如果又有机会 在谈这些东西 他们希望 希望你的态度也好 表情也好 或者是 你的呈现方式也好 他们希望你能够比较 轻松自在一点点 但是我可以 很直白告诉你 这个人会给你脸色的 我不是叫你去热脸 贴人屁股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 这个人你是的确稍微要 需要有点按耐他的 这个宝剑女王 不是一个好搞的角色 好不好 那这张牌卡呢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张牌卡呢 是一个狐狸 OK 他们说呢 这张牌卡就是 这一个呢 跟你交手相关症候人数 或你自己 你们两个其实啊 之所以为什么 一个人这么强悍 一个人呢 可能要稍微 我不能讲你低声下气 但是有点像是说 你不要主动的 去跟对方 说些好话 或者是去说 其实我还想要再谈谈 我们之间的合作 OK 其实你们两个 彼此之间都是 精进战战的 很怕自己失算 很怕自己吃亏 或很怕再度受到伤害 这就是这一张 这个狐狸的牌卡 出来的原因 好不好 OK 所以他们说呢 这个呢 就是你们要把 所有的事情跟话 讲开 这张牌卡象征是 你们要把所有的事情 想要讲的话 想要讲的谈的条件 都要说开 OK 当你说开的时候 他们说呢 这些呢 所有的这些 我觉得算是 你们想要的这些结果 或你已经看到后面 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 他们说 这只手才会伸出来 意思就是说 对方才会愿意跟你合作 OK 他才愿意伸出一只手 不管是帮你也好 跟你合作也好 跟你合好也好 他们说这只手 才会伸出来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等我一下 他们叫我再抽一张牌卡 OK 本来要结尾了 他们叫我再抽一张牌卡 OK 他们说还有一张 OK 好来这里 OK 我看一下 来你看 这张牌卡呢 跟你刚刚这个 和谐 和谐跟这个 跑去哪里了 在这里 OK 来 这边呢 都有两个 就是一模样式 叫做 Harmony OK 这个有点像是和谐 亲密 然后或者是整体状况 是很好的 OK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他们说 你会从这个 相关状况人数当中 去 去 他们说 某部分的人 你们会去 怎么说呢 某部分的人 你们会放下自己 无所谓的坚持 好不好 某部分的人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在挑战你 放下一些 无所谓的坚持 或你挑战对方 放下一些 无所谓的坚持 觉得很没道理的 比如说 你要跟他合作 有一些无所谓的坚持 你就觉得莫名其妙 对吧 为什么 我一定要每天早上 八点到公司去 我不能九点再去 但是说 不行 我们就是要 分发向上 我们每天八点 就要起床 这个人可能会 挑战你一些 就是旁人 也看不太懂的坚持 还有这个人 可能也会让你们 其中 不管你们是交手 你是那一方 或对方是 那个状态的人 我感觉 他会 有点像是 让你知道 做自己很好 可是有些时候 你如果希望 有一个teamwork 就像你这个圣杯石 或你想要 向亲成功的 这个前臂国王 跟前臂女王 他们说 某些部分 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 比较锐利的脚 把它磨圆一点 只是这张牌卡 额外给我一个感受 好吧 OK 来 那这张牌卡 是要告诉你 就是你的 这个天使 或者是你的高灵 正在指引着你 这张牌卡 其实只是 最后在告诉你 一件事情 他们说 这件事情 某部分双子座 你会觉得很迂回曲折 或者是 你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怎么那么复杂 乱七八糟 但是他们说 其实在这迂回曲折 按暂停 或暂时没有联络 或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必须要经历 这些挑战 他们说 原因是因为 这样子 你们去丰收 或收下来 会得到的结果 你们才会拿得住 你们才会捧得好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假设 你们两个 就是这样硬碰硬的 就像这两张 骑士一样的话 硬碰硬的话 那其实说实在的 你们不仅 不会学到课题 然后两个人 又搞得不欢而散 所以他们说 其实中间过程当中 你们都是有受到指引的 他们说 你们可以特别去看一些状况 你们应该有忽略一些小事节 可是你自己心里可能知道 只是你忽略了 好不好 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 他们叫我提醒你这件事情 OK 好 那我希望呢 这个影片呢 能够提供给你一些 辅助的讯息做参考 然后也可以告诉你 接下来呢 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要注意的 一些小细节 也希望 可以为双子座的朋友们 带来一点帮助 也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